各位 我們今天來進行我們這個課程的總複習 為了高不高的一個總複習 這個總複習跟You是不太一樣 在我們正規課程的時候 我們談論多借用時間理論跟立體 都來講 那到了提醒班的時候 我們都是做題目熟悉各種提醒 到了總複習我們就回到最原始的一句話 我們來談 因為考試基本上它屬於學術性的考試 你要從最根源來思考題目 或許你可以解答 OK 那考試呢 有趨向是說 從根本去思考 有趨向是 就是結合兩個或三個主題一起考 例如說 112 策略制度那一科的高考 我們以他山之史諸以公錯的這個立場來思考 在那一次高考 考高層 考高層它就結合三種高層 一個題目裡面結合三種 一個是水準 一個三角高層 一個是Genesis高層 那結合三種高層 放在一個題來考 那一題45分 OK 45分 第二題35分 也是延續三種測量 水準測量 三角高層測量 決定在測量 這三種再延續下去 考更細膩的 通常是考誤差 進度 OK 然後如何搭配等等 所以呢 各位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公式 你是要記得 可是 最根本最根本的 原理 方法 這個呢 各位呢 一定要 當然務潮重複定律 這是避免不了考試的重中之重 OK 然後更深一點的 就測量評差 那今天總戶型裡面呢 我們不講題目或很少提到題目 我們都提呢 原理 它的分析方法 那詳細內容在我們講義裡面有 OK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測量學的定義 那各位要從這邊開啟去思考 你說測量學的範圍很廣泛 的確每個學科範圍都很廣泛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夠掌握 這個學科的定義 我相信 你可以呢 掌握這學科的主要內容 OK 考試從這邊去做演變 我們使用適當的儀器 我們使用適當的儀器 跟方法 依據測量原理 亮度地球表面上 點一點的相對位置或是點位坐標 分析它誤差的影響 討論測量的成果品質 好 都是屬於關鍵字 那各位看到這些關鍵字 譬如說儀器 有什麼儀器 水準儀 經緯儀 全站儀 GMSS接收儀 還有電子測距儀 這些儀器 那是最根本 因為我們都用儀器去做兩側 OK 那目前哪兩種儀器 考試最喜歡考 全站儀 GMSS接收儀 那這兩種儀器 可不可以結合成一種儀器 可以 這個叫智慧全車站 Smart Station 接下來呢 會考這種儀器 在沒有控制點的情況之下 OK 然後去做 那這種儀器 你就要把 全車站的3D測量 跟 GMSS 國際定位測量的單點定位法 將結合 OK 控制點法跟 單點定位法要相結合 那這個會是 現在的考試重點 方法 有很多 每個方法 你都要去了解 方法 很多方法是從誤差出來的 它是為了消除誤差 OK 像 位定位測量的同步觀測 同步觀測呢 它是要去消除很多個誤差 OK 它消除誤差 好 那經文以測量呢 正道經觀測 取平均 這在消除什麼 消除呢 好 順著走誤差 橫著誤差 順著平行誤差 OK 那垂直的觀測 指標差 那同步觀測呢 是在消除 接受你的時鐘誤差 衛星的時鐘誤差 電力層誤差 對流層誤差 合併的叫做大氣層誤差 OK 好 好 同步觀測 我們一般呢 取二次差 這個呢 當作最常見 那另外呢 前視距離等於後視距離 這個是在水準測量裡面呢 我們說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是一個觀測的方法之一 因為它可以消除呢 四十軸誤差跟兩差 OK 四十軸誤差跟兩差 我們只要呢 一些方法 OK 就可以來處理 好 那 導線測量呢 要求是 特律精度等於測角精度 所以呢 考試沒有說我考第幾章 沒有 都呢 合併一起來考 所以呢 各位在準備的時候 你就打破 章節的限制 因為呢 各位都已經上過 正規課 還有呢 提醒班 今天總呼吸 我們呢 做一個全部的一個概念 那 製造測量原理 測量原理 一開始我們談測量原理 亮度地球表面 地球是一個GRS 我們現在呢 用GRS80來描述地球 那跟呢 那衛星定位測量的所用的地球 WGS84很像 OK 這是呢 TWD97 它最主要呢 地球 那地球 長半徑短半徑 長半徑6378137公尺 短半徑6356752等3141公尺 OK 好 那一般的 我們用加錢平均 去算出地球半徑大概6371公尺 OK 那地球呢 它的一個形狀 我們如何去描述 那是不是GRS 但是呢 以 談了很多高層的基準來講 有所謂的正高 有所謂的幾何高 或橢球高 正高是大地水準面 橢球高是參考橢球面 所以基準不一樣 定義的高層也不一樣 OK 這是地球 那因為地球呢 它的地心 是岩漿不斷流動 所以真正我們在定義 衛星定位系統裡面WGS 衛星定位系統裡面的 SYZ坐標軸 這些坐標軸的圓心 就是圓點 就在地球的質量中心 那質量中心 按理來講我們都以為它是一個定值 但其實不是 所以導致呢 我們要去觀測 OK 觀測呢 天空很多衛星 從這些衛星呢 我們去反 衛星坐標 我們去反推 那地球的質量中心在哪裡 三個軸 定義是怎樣 這個就好像呢 寄生的誕生機 這個呢 很有意思 那因為地球呢 是一個地核板塊 不斷變動的一個 一個呢 星球 所以呢 我們會把說 在地 在那個地面上的點位 基本上 應該是不準的 特別是台灣地震頻繁 應該是不準的 因為地核變動的非常劇烈 所以我們就打說 我們可不可以把 椅子點放在哪裡 放在天空 因為地面的椅子點 到最後都是不準確 一個921大地震 導致的很多三角點的 都不準確 到最後呢 只能去觀測 衛星 當作衛星控制點 OK 那是地球所引起的 這些知識 各位要知道 那相對位置 相對位置呢 基本上 就是呢 導線測量裡面 我們所使用的 ΔN ΔE ΔH 現在呢 走向3D 3D 我們有 橫線 橫距差 中距差 橫距差 高層差 那些都是相對位 是 OK 那 測定點位坐標 有可能呢 你看到是 ENH 或者是 NEH 都可以 這是我們點位坐標 我們分成平面跟高層 OK 那分析誤差的影響 那各種誤差 我剛剛提到了 我們很多觀察方法是針對著誤差 所以你要去瞭解誤差 在每個章節裡面 幾乎基本上都有 OK 最常見一開始 從一般的誤差來看 有什麼 誤差來源 人為誤差 儀器誤差 自然環境誤差 誤差的性質 誤差種類來區分 有 粗差 系統誤差 偶然誤差 偶然誤差 另外名稱叫隨機誤差 OK 好 之後 距離測量 有很多誤差 電子測距也有誤差 水準儀有誤差 OK 那經緯儀也有誤差 全車站就把電子測距跟電子經緯合併 所以全車站誤差 要分兩個來討論 OK 考到全車站誤差 各位不要覺得太高興 因為你要寫得很多 包含電子測距也有誤差 電子經緯也有誤差 如果是衛星定位的誤差 衛星呢 定位測量 你如果不從誤差去切入去著手 你會讀不好 這樣擺的 OK 所以誤差我們也一定要講 討論測量成果品質 那成果品質呢 這個一般來講 我們是用什麼來衡量成果品質 我們 標準差或是重誤差 Sigma 如果Sigma 那成果品質就越棒 我的精度就越高 所以呢 其實在討論誤差 那另外呢 也勢必的會討論到精度 誤差跟精度是一體兩面 OK 那測量呢 測定測位 對 所以呢 各位你看到 這一些 Keyword 儀器 方法 測量原理 地球 相對位置 做標 誤差 誤差 成果品質 OK 這個各位呢 你都要去抓住 至於說 繪製成土 製作DDM OK 早期還會考 現在已經不流行 那我們來看原理 那今天原理蠻多的 測量基本原理導線正上反算 那三角高層 三圍座標計算 水準原理 OK 還有呢 溫馨測量的單點電位原理 只要有原理 我們都拿出來講